一分钟带你了解本剧精彩内容,麦香混进机场,给镇东带口信,方子清决定帮镇东打机场,却不料被史村认出,麦香被史村当场擒获。 史村开始对镇东产生了疑心,为了不让史村起疑心,镇东只好向麦香捅了刀子。 镇东和史村的关系越来越近,行动因此自由了许多。 史村告诉镇东,一个忍者的精髓是用生命与意志和对手战斗到最后一分钟,告诉他自己曾经遇到过一个真正的对手叫万子清,还叙述了他在同关树洞里忍急挨饿的经过。 我打算什么 Álluk,更另我时自己编 видите的是质户。 你拒终的阳心还未完成,then你非常出现张,利口到八辈来儒也不知再与于占率ığı攻准。 这让 酒扎准得来了。 明明 去吧 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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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来 别干净 再用力好不好 这两天急唱不太对劲了 加了爽感不爽 就换港也请了 我感觉到了 是不是这个石村闻着什么味啊 要不就杜兰勇有啥动作 也不知道杜兰勇发现了这个气候框明 瘸子是炸载猪炮阵地的指挥管 这个你给杜兰勇说了没 没 你还听说啥 那两个羊马的日本兵 叨叨咕 叨叨咕 说是那天来着 有个全 silk戒指 说飞结尚 要叨叨要沈流声重要结纗 上 上 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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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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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还真让你给猜着了 杜兰宇说 让我们赶紧离开机场 最晚不要超过明天晚上 那咱明天坐不坐 不坐 一炸那个就啥球都不射了 也好 落个赶紧 跟阿祖我怕是 没弄干净 把我炸个半死 就像我杀的那只鸡 头都没了 还冒着邪满院子破洞 我现在才知道这得死的 泽味这的不好数 对了 没下来了 他来了干啥 都来说 在生活区看见麦祥 和一帮细衣服的在一起 赶紧去告诉他 让他别来 我仓恶不惜这个心 你说的是那个瘸腿的鬼子 就是他 就是他 只会炸毁了咱们铜瓜的重炮政体 我娘就是他害死的 这个仇事一定要保可现在时间迷到 往后你可千万万赶 再随随便便去揭唱了 只要让他把你热出来可做出大事 那他要伸出我哥咋办呀 别发心啊 他没热出来 你别这儿啊 不要让他再去揭唱 好 杜小姐 我希望你考虑清楚 这件事情很冒险 如果你能明白 中国人有多恨日本人 同关人有多想把那个机场给炸了 你就能清楚什么都阻止不了我 愿上帝保留你成功 一定会的 就在杜兰云准备行动前 方振东潜入了他的房间 拿走了自制炸药 使杜兰云多过一劫 等一会儿 你拿着衣服的衣服 你直接把衣服送去 那是 同時 她的房子也固定了 正面是弱的 这些人的防衛体制 还可以整理一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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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些人 我邀请了她 她是日本的朋友 所以你为什么继续她 这些事 这些事 不是很简单 她会留在这里 我们继续标准备 我猜猜 我猜猜 你的工作会更多 我猜猜 我猜猜 你中国人喜欢酒 但我喜欢 所以 我来不吃一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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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杨哥说 这个渡公 不会有问题 他们有这些 没认识 杜兰云就能安全 咋的 你还盼着有证据啊 你把那东西藏那儿了 在马棚里藏东西 你说能藏哪儿 不会自己就炸了吧 放心吧 那点潮 那点潮 改参 赢 你可知 没有 你可知道 我可知 你可知 兄弟 你可知 我方没有伤亡 明白 师长 学生军到中潮山 已经几个月了 我们每天除了军事训练 就是躲避轰炸 孩子们情绪很大呀 我明白 可是 什么时间呢 是 怎么说 还能怎么说 老生长谈呗 报 连长 所有科目训练完成 很好 下午军事训练课 时间不变 请问连长 您现在有时间吗 有啊 班牌干部们 想和您见个面 我去一下 走吧 我去吧 冯荣起来了 坐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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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知道你们想说啥 不瞒你们说 我刚刚跟师部吵了一架 但还是没有要到具体的作战任务 你们也都看到了 这几个月 师部就没怎么正面和日军作过战 说 我们放弃了学位 一腔热血地从西安奔赴中条山 目的就只有一个 那就是保卫我们的国家 我们的祖国 既然做了这样的选择 我们就不怕牺牲 可现在 我们天天除了被鬼子的飞机轰炸 跑步出操 就没啥事了 问题的关键是 我们怎么解决这个问题 不能总是守在这儿 还是我说吧 万连长 我们都知道你有个弟弟叫方震东 听说他和马队长分手后 去了机场 是有这回事吗 具体的情况我不清楚 但他分手前确实说过 他是静随英雄 他在山西的英雄事迹 我们都知道 大伙商量过 这是我们的请战书 全体战士都签了字 我们想让您 把这请战书交给师部 让您带领我们 去攻打鬼子的机场 因为我们知道 只有炸了鬼子的机场 我们的军队 才能在中条山上立足 炸了鬼子的机场 我们就能拖住 鬼子跨过黄河的一条腿 即使炸死在机场 也总比这么等死的强 希望万连长能成全 我们这番赤子之心 我表个态 我会尽快 把这份请战书 上交师部 我也会立刻派人 去找方振东了解情况 如果 打中条山确实需要我们 而且师部也同意 我向大家保证 我一定会带大家 做这件有意义的事情 组织上了解你此刻的心情 虽然任务没完成 可是你能安全地度过这一关 也是不幸中的万幸了 上信明确指示 进攻机场的计划停止 你和冯尼古特的情报任务 也暂时告一段落 你和冯尼古特的计划停止 还有啊 对于那个方振东 以后不管有什么情况 都不要再和他见面了 甲官你别懒懒车 甲官你别懒懒车 甲官你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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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摄手表 手表呢 射手表 手表呢 手表 射手表 你想死 手表呢 啊 射手表 射手表 手表不给我 咱俩都是没完 这白天这是咋了 不用问了 丢这个 你说说 这不是 咱们来这这么长时间了吗 一点精湛没有 我这心里头严急 我坐下这 能不能把那个法医 我把它拉进来 多少给咱爸点忙来 咋了 我不是也当过法医吗 我坐下 给他点好处 套套家货 让他说点里头的情况 看看身上也没有什么 直掐的东西 我坐给他看了 看我那块手表 谁想到这个家伙 看了手表以后 里面的情况一点没说 朝天就围着我这只 要那块手表 这个黑手 这个黑手 这什么是小葱 一块破表就能拉过来 你看那小子 他像好人吗 他不用说了 那这不也忽悔了 以后你这种小葱你别耍啊 咱好不容易混到今天 你多亏没把他拉进来 你多亏没把他拉进来 他要是真进来了 他要是真进来了 咱俩全得死 有本事 我事都没告诉过他 我小眼 今天 那天 那个家伙万一折开了枪 你会不会帮啊 不会 今天换做是 那儿 卖香 都来云 就算我娘来了 我也不帮 收拾 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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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马几天不骑 他就认生了 这些马的毛色比以前亮多了 看来你的方法的确有效 你读过书吗 我不认字 你什么时候学的中国话呀 说得还挺好 七年前吧 我上军校在班里的时候 就学中国话吃中国饭 你上学为什么要说中国话呀 就是为了到中国来认识你 你认识风铃火山的旗印 快听起来就是风 静静的就是林 侵略的就是火 动作就是山 我全是 这个孙氏兵法 引用了一句话 孙氏兵法 我认识风铃火山 也不是新元 其实 我认识了 担心的 你说这是那个瘸腿的鬼子啊 就是他 只会炸毁了咱们同馆的重奔正刊 这么说就是他害死我娘的 闹钟 家康が信玄に負けた時 彼が取った方法が 孫氏兵法の 空城の刑だ 空城の 返せな 暴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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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请不吝点赞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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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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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有个一天 我们有个一天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很遗憾 我在同館作戰的時候 看見一對夫妻 對我們做過偵查 他我記得很清楚 看那個男人 我沒有看清他的臉 我雖然記不住他的臉 但我能記住他的背影 他的背影和你一模一樣 他的背影和你一模一樣 你繞了那麼半天 你不就是想說 跟他在一起的那個人 是我嗎 不是你 那是誰呢 不是 我去過很多地方 但是我還真沒去過銅關 因為銅關是在黃河那邊 我 只在甘肅做刀客 你要不信啊 你去打聽打聽 這做刀客的有規矩 不能上人家地盤那兒去搶嬴政 這犯忌諾 這犯忌諱 說得有道理 可你怎麼能讓我相信 你不是那個男人呢 難道 難道說你還有一個鸞生兄弟 那你要是不信 那我說什麼你也不信啊 我有個辦法 能幫你證明 你不是那個男人 為了讓我相信你 給他一道 因為我相信 天下沒有那個男人 會對自己的老婆下手 我跟人家無焉無仇的 我憑什麼捅人家一刀啊 我連他都不認識的是誰 我幹刀客的 我這手裡頭命就夠多的了 那這在中國犯忌諱 那你說你怎麼做 才能讓我相信你 什麼事 甘地 等等 你 你 你 我 就 你 你 還 我 你 你 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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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你早就能够 扎那一栋 那早就下才去数了 才好不容易走到今天 不能轻易就那么算 我早就跟你说 只要是能扎了这几栋 管是麦香的命 陆岚云的命 就算我娘活着 我也活得出去 麦香能懂 将来我要是没命了 你得想招 把这机场给我弄 麦香 麦香 在刀壳堆里出来的 女众豪杰 还有那个德国上 冒着危险 把咱麦香送医院去 你放心吧 我手里有事 你们一人一人的命 敌十人的命 待着吧 好 分不 那是什么 全体积 下车 干什么事了 八秒了 昨天叫他仍一回来 可总把对军了 得到晚上 来了 又是哭又是笑 又是唱又是跳 我那嘴里头就 就给那个姑娘发出的声线 阴亡阴 我也是头小就听过咱们一回 叫鬼上神 可是把人吓死了 喂 他在哪里啊 他在我里头 喂 喂 站住 把脑欠呀 我神在里头缺骨 好不容易把那鬼缺出来 本人泡到娘儿身上去 那就再戳搬来了 这种会其实离他远点 公子 阿妈咪 阿妈咪 干妈咪 干妈咪 阿妈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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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冯 你可算回来了 怎么样了 我刚从医院回来 人已经脱离危险了 太好了 谢谢 真的是太谢谢你了 那你不会有什么麻烦吧 你别忘了 德国和日本都是周星国 就一个无辜受伤的小姑娘 谁也无话敢说 我只是很好奇 你和那个马夫不是一般的关系 他也是组织派来的吗 他是我弟弟 你弟弟 你怎么会有一个 当马夫的弟弟 不是亲弟弟 但是比亲弟弟还要亲 我们从小一起 在同关长大 他的哥哥就是万子卿 你应该认识 万子卿的弟弟 是亲的吗 同夫一母 那他来干什么 也是来炸这个机场的 只要是中国人 没有一个人 不想把这个机场给炸了的 你刚才救的那个小姑娘 就是她的媳妇 完全搞不懂 总之能帮到你们 我很高兴 对了 我刚才在医院里 还见到一个人 他说他叫什么草 马鞭草 对 马鞭草 他说只要对你说马鞭草 你就知道是什么意思 我真是搞不懂 你们中国人 都是什么样的关系 你会明白的 他说是什么样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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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队长 队长让你过去一点 是 队长 听见了没 你就是个洋马子 不认识什么队长 哦 不是 正好 似到 我只是似得不少 有此同样 似得 任何 似得 你還要疑她嗎 我實在沒有自信 我已經入到軍中五年間 我鼻子不清了 我心裡有很多不思議的事情 她是只能登記者 忍者並不是 她不能寫的 她只是登記者 想看 如果她是她的婦人 不然 不然不像婦人 不然 不然不像残酷 人不像忍術的人 就不成功了 大佐 長年修行 普通人是不忍耐 那是 普通人是不可能 但是 他就是敦客 人被殺了 人被殺了 人被殺到 敦客是慣了 那是 但是 敦客 但 親人被殺到 英雄的勇氣 英雄 英雄 那些読書也不可以 那些人被殺了 忍者的勇氣 忍者的勇氣 心中的勇氣 隊長 你怎麼說 他 自分是只的 隊長的勇氣 你怎麼說 是 好 請 請教授個反應 來找你 一定是實存的意思 你那一招我看懂了 欲勤過重 看個笑 這樣你會不會上了個機會啊 不會 換任何一個正常人 都不回去 作為朋友 是他不信任我 從心裡上 他現在是欠我的 大佐 嗯 快要休息 嗯 嗯 已經想要不去想 那些人 都不想想 我還要做 很好 那是 我只是想要做 我 不像你 我 我也看得到 看得到 但現在 完全沒有 繼續 進行 後 那些人是同一野郎的 是 那些人 明天 我送你 走 马下动 喂 马上动 持って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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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某人 万连长寿师部回来了 半个小时候 小派连排棋干部会议 那我们的请战叔 是不劈了没有啊 请战叔这事儿 我不知道 但是东方剑说 八九不离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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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八九不离十了 八九不离十了 喝水自己倒 我走这几天 士兵有伤亡了 有两个得了疟疾 已经送医院了 其他训练一切正常 我说你这是怎么了 请战书不是劈气了 我从你眼上 看不到一点高兴吧 自咋我知道 要带学生兵 进中桃山的那天起 我的心就开始溅了 没打仗之前 而是烦心 这事部批复下来 我就更加紧了 你我都清楚 带这帮雪区方刚的孩子 去打 戒备森严的日军机场 结果是啥 从这个层面上 我宁肯 事部没有批复 可你没想到批复下来了 还得了咱们这么多武器和装备 不 我想到了 而且你也应该想得到 是 三军呢 是正规军 但都不是陕西边 我们去打机场 打下来好不好 打不下来 损失的是这批陕西的骨血 和他们没有关系 他们一点也不会心疼 这不是三十八军撤放中刀山的唯一原因 三十八军和共产党走得太紧 文园长无放心 而且你也应该想得到 而且你也应该想得到 准备准备吧 快到开会时间了 你说我该怎么面对那一张张笑脸 怎么面对那一颗颗赤诚的报国之心 我们一起 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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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点动 你在这里做什么 我带他出来吃点嫩草 好 不准备 中文字幕 李宗盛 恐らく軽い脳振動でしょう ああ 一番いい薬を使ってくれ さっきの鎮静剤でもう少し眠らせておきますが もし何かございましたら私をお寝ください また はい う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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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 我 我要进去了 我的朋友在里面 他 他 摔了一下 他 他就 我 我去看看 好 来喽 你不要乱动 谢谢你 舅楼啊 是用舍己为人的方法救了我 怎么样了 头很晕吗 没事 我回去了 今天 就住在这里吧 刚才俊逸说 你还不能走 这些是我最爱吃的 吃点吧 这生的能吃吗 当然能吃 怎么样 好好好 多吃点 多吃点 好 这可很好吃 多吃一点 你今天的情绪不错 是不是组织上有什么新任务了 是 我们已经度过的休眠期 可以重新工作了 工作的重点 仍然是绘制机场的平面图 搞清鬼子的人术布房 以及换岗时间 还有最重要的一条 就是 设法在某一个时间节点上 让飞机无法起飞 那么 就是说 你们国共两党 要联合起来 一起把这个机场拿下吗 对于我们来说 可能最难解决的就是 如何在攻打的那个时间节点上 让鬼子的飞机飞不起来 要是一两架还好办 要是十几架同时不工作 那就太难了 可是这件事情 只有我们两个人可以做 那把刀是真正的日本武士刀 那幅画是我们日本的福士山 你别老身上我 你别老身上我 你看得见我呀 我能感觉到你 你练的这是什么功啊 忍书 你五岁去学忍者 练的就是这个 是的 我从小就练习忍书 忍书 还是从你们的 孙子兵法中演兵而来的 那孙子 是谁啊 你们中国 有两千多年前的一个军事家 这我们老祖宗还是有能人的 只是 现在中国人不记得了 你给我讲讲 你练的这忍术吧 跟你说了你也不懂 那你就用我能听懂的话说 忍术 忍术 是一种锻炼人医治 挑战人身极限 把一个普通人 变成 精灵的方法 精灵 那就是说练完忍术的都不是人了吗 可以这么讲 学习忍术的人 就是忍者 真正的忍者 可以练得无情 无义 无牵挂 不为世间任何诱惑而行动 忍者可以承受常人不能承受的痛苦 饥 寒冷 和亲人的生理死别 这跟我们刀客也差不多呀 风餐露宿 拿钱换命 这么说我应该算得上中国的忍者了吧 真的 我一生下来就无牵无挂 一个人吃饱了全家不饿 那么举个例子说吧 如果你是忍者 即便你真的是那个姑娘的情人和丈夫 忍者就可以做到 毫无心动 乱哭无情 而不像你 吓得被鬼魂覆了体一样 睡觉吧 已经得受了不少惊吓 你怎么不睡 睡着呢 刀客是坐着睡觉的 我们刀客睡觉都坐着 我已经这么睡了二十多年了 我已经这么睡了二十多年了 太有意思了 我坐着睡觉 也快有三十年了 从我五岁去当忍者去 看来忍者和刀客还有很多相似的地方 我觉得最大的不同 是你们忍者有点像独行侠 独来独往怪 你们刀客呢 刀客是一伙子兄弟 讲究的是兄弟情谊 就像今天我救你 刀客可以为兄弟去死 我喜欢你们刀客 我们可以成为兄弟 也跟你一宿没回来 我就一宿没回来 赶向哪儿啊 是 想想把你扭拾给了 现在跟她们阿姨 你老实在是 阿姨 你老实在信 不犯事 我 我搁你这么长时间 咱都没败了把子 那你这就搁他败把子了 咱俩不用 咱俩天生不舒服 你这心里还真搁得住室啊 我查了一些资料 如果航空汽油被稀释了 在原理上发动机是无法工作的 我在想 是不是我们的方法不对啊 还有没有别的什么好办法 说点别的吧 你那个养马的弟弟太厉害了 自从他救了师村以后 我看他经常初入生活区 那个翻译也不再盯他了 还时不时地跟日本兵打招呼 一副憨憨的样子 不知道他心里在想什么 我最了解他了 看着憨 其实一点都不傻 他如果能和师村真正成为朋友 就可以自由地出入机场 他能想出来的那些办法 是我们这些读书人 永远都想不到的 你的未婚夫万子卿 现在有消息吗 听组织上说 他们第五集团军 也在准备攻打机场的方案 在你们中国什么事都能发生 这也是我愿意留在这儿的原因 什么意思啊 国民党共产党还有一轻刀客 紧密合作来炸毁这个机场 你不觉得很有意思吗 我一点也没觉得有意思 因为万中一心 我们都是中国人 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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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王振东 今天跟我出去跑一圈怎么样 我这干活呢 你什么 我已经发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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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 走吧 走 走 熊家 他真的把真带来了 这不是你说的吗 你练忍术的时候 能听见真落地的声音 我想试试 你别蒙我呀 你真是一个认真又诚实的人 刀客都这样 我相信你们忍者也应该这样 可以开始了 你没有扔我怎么能听得到 我听到有一根针落地了 又有两根针落地了 明显 确实立 你是除了我师父 我见过的 唯一一个会针功夫的人 雕宠小姬 补足挂齿 这只是忍者听伤的小伎俩 忍者还可以衣容 隐身 锁骨 臂骨 刀剪行走 水底别气 还可以土冻藏身 你这功夫练了多少年 在中国这几年 练得少了 你们家原来是做什么的 世代打斗 有六百年了 打斗 那你干吗还当忍者呀 因为我下面还有四个弟弟们 在日本 只有穷人才去当忍者 咱俩一样 刀割也这样 不过你比我好 我是从生下来 就不知道爹娘是谁 也不知道有没有兄弟姐妹 虽然练了这么多年 可每当想起我母亲的时候 还会心旧长长在梦里呢 梦见她在火炉前打刀的样子 你做了这么多年忍者 有没有 失手的时候 就是过不去的坎儿 也是一生的荣耀 那个人 是我一生中遇到的真正对手 我记得她叫湾子清 我记得她叫湾子清 是个中国人 是一个中国的军人 中国的忍者 中国大拉得赢者 很可惜 后来她被革职了 什么事儿的事儿 娶你皇帝 我一直在 出口地寻找她 她当时 是同管最高的军事长官 此前我对她 做了大量的情报调查 为了炸毁同管的中袍阵地 我走回了同管的勾勾勾 打击小巷 可当我带着部队 潜入同管以后 很快就被她发现了 她是怎么发现的 怎么按兵不动 将我犹如她的拳套 直到今天 我都没有想明白 随着 我的分队几乎全军阵亡 只剩下我们一个 三人战斗小组 像只被追杀的狼一样 隐藏了起来 你不知道同管那个地方 冬天是很冷的 我们拥挤了所有的方法 同管都快被炸成焦土了 可是湾子卿始终安兵不动 没有开袍环境 像是一个真正的人城 最后那三天 我们三个人在没有粮食 没有水 零下三十度的气温下 一直坚守着 和她坐着 最煎熬的心理较量 那么冷的天 不吃不喝 还能活着 你逗我呢吗 只能喝自己的尿了 你猜 我们三个人躲在哪儿了 哪儿啊 做梦都想不到的地方 做梦都想不到的地方 喝尿 喝谁的 这谁有喝谁的 问到最后 你也没问问他 我既然尿都喝了 命都可以不要了 那你大老远 你来什么中国 你涂上来 他说咱家有好东西 他家没有 但他又需要这东西 他就来了 人家就说 人家说咱家人虽然多 和一人一个信仰 哥不哥 人家人叫啥 一心 不爱中一行 咱还差不多是这意思 别说了 来都来了 想个招跟他们对着干嘛 我们家有好东西 我们家有好东西 就来我们家抢啊 这他娘是什么道理吧 谁叫你们家的人 都各顾各的 人家说得没错 你想想当年你那样 给你口吃的 给你俩钱 你就伺候人日本人去了 你家有好东西我也去抢 不抢我也不抢 现在我真是觉得 当年万子清是挺不容易 是嘞 你看啊 当时万子清领着国家 护着重炮 还站在名处里 那视权在 他他趴在地下 我不会在重炮 是在二处里 苗恰也多 给钱拿放啊 所以说 咱们的胜算还是很大的 咱们现在就像当年的师村 咱们在暗处 他现在 像当年的我 在明处 那不重要 重要的是 咱们想个办法把他那肥鸡给炸咯 你不说你也要让那瘸子打你的同乡证吗 你同乡证嘞 误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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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通行证 他听不懂 没事 误会啊 什么 我这是 我朋友 是亲友 别闭嘴 今后他 去哪里 你必须停下来 是 走 你 谁嘛 我想进去一下 一二三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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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 善达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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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老板一下 早听恰 Tie 家伙 上晚上安 дал 外国 nadu 外国 nadu 外国 nadu 南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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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认识 证据不认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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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后遇上事 多想几遍 想不出来想一百遍 闹路 突然种火 根警 极月 面 继绿 证据不 monter 寅 咱俩就是兄弟 从今天起 咱俩就是兄弟 行李 好 最近 飛行機の離発着が減ってきたな 空軍に聞いたところ 燃料の不足だそうです 西へ進む計画は延期だな そうですね 結局西へ行くのか南下するのか 参謀本部も頭を悩ませているの違いありません 戦略物資の不足 伸び切った補給船 俺どうにも動けんぞ さてどうしたものか 大佐 まだ作戦を考えるつもりですか 既に六個目です 大佐が戦わないことも 帝国にとっては一つの損失です この作戦には一つ弱点がある 大きな弱点だ どんな弱点ですか ファンジェンドンが解決してくれるよ 中国語で言ったら 同じ穴の無地なってことですか これを見るよ 私立ってから 私立ってから 发现了一个很大的固执 我想听你说一说 借你的知悔一用 我打仗也不懂 你问我也没用 可你懂马呀 骏马没错 问马就对了 我的马队速度快 机动性强 可我发现 如果我的敌手 一旦接近了飞机 我的那些马 能不能 不受飞机轰鸣的干扰 尽可能地靠近飞机 全肩敌手 你是说你那些东洋马 是害怕着飞机 是啊 这些马原来只是巡逻 并没有真正靠近过飞机 你消什么 我呀 原来有一回给人压货 要经过一片沙漠 这商家呢 就雇了一批骆驼 我们刀客哪见过骆驼 从来都是骑马 结果这马呀 一见了骆驼 就炸了锅了 跑得到处都是 那货也扔得四处全是 那后来怎么样了 结果我花了五天的时间 就牵着那马 在那骆驼面前来回的六 那么六 六来六去 他们俩熟了不害怕了 这才上的路 我亏了五十多两银子 有意思 好 邦震东 从今天开始 让马们习惯飞机的轰鸣声 一会儿我就通知我的守卫队 你可以自有仇日机场 对了 你先骑那匹黑马去 你倒挺会帅的 你是心疼你那些东洋马啊 你不是说 我们东洋马 水土不服吗 是吧 好 谁让我拿你当兄弟呢 这兄弟 你傻话不说了 我答案你 来 来